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装煤油的那个灌车 不直接清洗 直接就继续装实用油这件事情了 我是等着子弹稍微飞了一会儿 因为我想有更多的信息 然后再来跟朋友们聊 主要是为了结合一下各路的看法 想让大家比较从各个角度 全面的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 到朋友们看到我这个视频的时候 这件事情的相关词条 基本上都已经被禁言了 本来它也许是没想封的 因为这个事真的是好多天了 并且各个公司的官方 他们也是有主动出来回应这件事情的 所以这次看起来封禁的速度好像有点慢 我倒不觉得是他们反应迟钝了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尊 他在2013年的时候 说的这一段话被翻出来了 他说我们党在中国执政 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 还长期做不好的话 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段话 在这两天今天被翻出来 所以导致了一个全面的封禁 一尊可能是特别后悔说这段话 估计在那垂胸顿足 我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现在就是建议各大官方政府 立刻修改原文稿 因为中国人还有很多人的记忆是很短暂的 那么你把原文稿修改之后 也许其后他们都会不记得了 虽然说现在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这个截图已经流传到外网来了 中国最近这段时间 各地区确实是灾难不断 不只是洪水啊什么决堤之类的 还有小银行 它不停的被大银行吞并消失 其实也就是倒闭了 那么全国上下很少有很安稳的 什么事都没有的一个地方 因为不是这个灾就是那个难的 但是这几天这件事情确实是让所有人都格外关注 心也格外的挖粮 那就是中储粮煤油车运送食用油这个事件 从它开始所有的 跟油相关的一些企业 全部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这个事是被新京报报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原始报道 国家图您想让人把油录来过来的 你就是送梅芝油来的 这边你知道没油都干啥呀 都把他照顾 不在呢 它是为了 还不在呢 去放在呢 石家刚拿的白油 嗯 是不是郑州那个那个 那家麦白油的 嗯 你洗了吗 那家麦白油的 我帮你洗了 我帮你洗了 这个 这边 来 这边 这里就没有在旅渣了 只有大陆 我还没进去 我还拉啥呀 下个半汤呀 温蜜还有糖蜜 那是不是像那种大洞我也拉 使用油 使用油的话也要习惯 使用油的话也能下去就行 外面就洗得干干净净的 旗子得多少钱 四五个不行 一般都不 就看在那些铁匙那儿 看怎么说 你要它下棍儿 要不下棍儿 一般都不下 就像一看那两个口一斤 就把这两口擦呀 尾管擦呀 脚价不管 整个那边大碗擦 验不验挂呀 拍照片吧 自己拍 使用油字 把扒门拍照片上的干净 那不下棍儿 不下棍儿 看怎么看 你就找几张干净照片 给它跳过去 什么事儿了 不管是不是今天照片都行 对 其实我还几次都没演过啊 他也不上去看吧 谁下去呀 没人下去 看也不怕呀 你怕啥 那个看着挺干净怕啥 对 这排油也在这五色 你说维果弄干净是 那布弄干净就行 没油溶你知道吧 就怕可能我怕软货 对 没事儿 有的是取样嘛 有的是 有的从下面 都从下面出 你从下面你放几桶 再淋下去 那维果存一锅好油 它那个白油清 就是你装了以后 那个油也在下面 我们不验过 我们这正常就是要求 可能是用实用油专用的 但是实用车到底是不是 用专用呢 我们也没法去分辨 煤字油它的主要成分 是碳氢化合物 其中含有的不饱和 听芳香烛糖流化物 这些成分 对人体都有可能造成健康损害 长期使用可能导致中毒 煤字油还算干净的了 还可能去运其他的化工液体 还有一些高度的化工液体 那残留在里面 这个风险就是你不可预知的了 直接接触或者是吸入 都有可能对人体产生危害 比如说有肌溶剂 比如说酸碱 重金属等等 有可能呼吸系统 还有神经系统都会造成损伤 油罐车它不是严格的执行 一车一品一罐的话 你真的都不知道 它里面有可能装了什么东西 污染了些什么东西 就是让你防不胜防 所以要防防于未然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 就是新经报的这一篇报道 就是这个视频报道 也引起了这个轩人大波 那其实在美国加拿大 包括日本 他们用送这种液态食品的运输灌车 都是用这个304食品级不锈钢制成的灌 是专用的 长这个样子 就是通体是像镜子一样亮的一个钢制的 中国国内其实也有类似这种 304不锈钢制成的运输牛奶等产品的专用灌车 但是至少我本人在中国生活那十几年里 我是从来没有在路上见过的 但是现在在美国我如果开车出门的话 路上还是挺常见的 说实话这个时间点爆出来这个事儿还挺耐人寻味的 因为关于普通的装灌车混装 就是说化工物品 煤制油包括食用油这些混装这个事情 2011年报道过 2015年有湖南记者也追踪过 最搞笑的就是这篇2015年的曝光文章 在今年这个事情又曝光之后被404了 2017年老干妈等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热卖的辣椒酱啊 什么各种酱之类的这种产品里面 它检测出来的那个矿物没有也有超标 然后呢就讨论过是不是运输之间出了问题 所以说关于这个贯车乱装产品这个事儿 目前发现最早是可以追溯到2005年的报道的 所以呢这个事情已经将近20年了啊 但是整改是不可能整改的 有一个人呢他就接了当时2017年老干妈环球时报 帮忙当时洗地的一个bug 就在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就有了解释了 当时的这个讨论就可以尘埃落定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7年3月份某媒体转载中国商报的一篇报道 说海天老干妈等多款油辣椒中矿物油超标 我当时看到这个矿物油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4S店里车辆保养的机油 报道中引用某研究所所长的话说 辣椒油中添加矿物油 原因是为了掩长食品的保质期节省成本 一想到我吃的老干妈里掺的有机油 我就忍不住的想偶 此消息发布后 立即被国内的另一家媒体就是环球时报 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环球时报认为它的同行就是中国商报啊 这家报纸可能是在故意抹黑老干妈 环石的理由很充分 说中国商报的报道质疑辣椒油中矿物油超标 引用的依据是欧盟标准 实际上不管是欧盟还是德国官方 压根就没有出台过任何一个食品中矿物油含量的官方限值 之外的说就是这个标准不存在 既然论据不存在 那么中国商报的论点肯定是瞎扯的呗 看到环球时报竟然如此专业 当时出具检测报告的优客网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回应 优客网说欧盟确实没有对此类成分提出限值 但德国某研究所建议要注意包装啊 就可能是会从包装往食品里有迁移的矿物油含量 双方争论到这一步的时候 实际上环石已经胜利了 环石的总结是 很多人以为我们只要吃下化学物质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这种认识并不准确 然后环石喊出了那句至今仍然经典无比正确的名言 抛开剂量弹毒性都是在耍流氓 这句话通俗的理解是 大家都知道喝滴滴味会引起死亡 但你每天只是舔一下滴滴味的瓶盖就是没有问题的 也不会产生危害 因为引发死亡的剂量是不够的呀 抛开剂量谈滴滴味的毒性就是在耍流氓 这一局逻辑严谨抓着对方论据漏洞的环石大获全胜 有位小美女在当时兴奋的高喊 打这么厚的马 我也看出来是新京报个叉叉叉 从几何时公之答答帽子 从南方系头上扣到了新京报的头上 新京报一度受到网友们的痛斥和羞辱 万万没想到新京报竟然这么记仇 一晃七年过去了 2024年7月2号 新京报发布了一篇记者的调查新闻 说有两辆刚卸完煤质油的货管车 在并未习惯的情况下 又顺利装上了实用油 涉及的实用油企业分别是 惠福粮油集团和中储粮油脂天津有限公司 直到此刻我才知道原来矿物油不仅可能是机油 还有可能是煤质油 也有可能是塑化剂 因为普通货管车能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至此2017年老干妈矿物油含量超标事件 好像在今天真相浮出了水面 什么欧盟标准什么食品包装污染 原来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的假想 都是在瞎菜瞎扯 事实很简单就是装了没油的货管车 没有清洗又装了实用油 然后这些实用油做成了辣椒油 当然了这属于逻辑推理并非实锤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确认就是欧盟太天真了 简直是幼稚的可笑 他们绞尽脑汁也只想到了矿物油会通过食品包装进入食品 因为这种方式矿物油含量极微 所以没有设立标准 但他们是万万没有想到 在某些地方矿物油还可以通过 同一个货管车运输的方式进入到食品中 而环石当年引用的欧盟标准 论据链的逻辑更是多了几分滑稽 欧盟确实没有食品中矿物油含量标准 同时之前的欧盟也没有牛奶里检测三聚氰胺的标准 更早之前的2008年10月油厂发布会 温达记录现在还能搜到 是我们的官方回答 原话如下 三聚氰胺是不允许加在任何食品中的 所以不可能会有标准 2008年之后 我们的牛奶检测中加入了三聚氰胺的标准 除此之外 我们的检测中还有一个点含量标准 据说是因为某些奶浓为了让奶牛多喝水 竟然给牛喂了食盐 不得不说我们的检测标准一直是被堵殖的监管 和人性的堕落不断推动发展的 外国人的检测标准我们有 外国人没有的检测标准我们也有 我们真正实现了清场式的遥遥领先 其实这件事本身真的是在中国非常寻常的一个事情 即使已经被新京报来来回回的报道 七年前和七年后 但是所有人 所有中国人也在内都会知道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就是为什么装罐车不进行彻底的清洗就装东西 更何况他们用的还是普通的装罐车 像这种食品类的 他必须得要用食品级的才行 所以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是为了节省成本而已 而因为这些食物 根本就不可能伤害到吃特供的那些人 所以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 上次上上次上上次都没有什么后续惩罚 那这次中储良他也回应了 说反正总之就是自罚三杯 负责人是谁 该追责追到谁 最后怎么处罚 以后怎么处理 怎么避免杜绝这种事情都没说 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通过这件事情 我突然观察到了中国人目前的一个状态 在此之前就是17年吧 你看17年那时候还可以热烈的讨论 然后包括再之前 其实中国人大部分都是在义愤填膺的声讨 但是这次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冷嘲热讽 无力还有绝望 就算他们是在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一个震惊和不解的时候 语气也都是那种淡淡的一个状态 是那种 那这次没吃死还好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有些是因此特别深的恐惧 就是因为这个觉得哇 吃什么都不安全了 就是引起巨大这种恐惧 但是语气好像也没什么起伏 只说就是不敢想还有什么是能吃的 然后还有一个妈妈她甚至站出来说 一家老小的食物都是她来负责 每天都是在乎这个在乎那个挑挑拣拣 没想到从最根本上的由上 就是给自己家庭的亲人们造成了那么大的身体的危害 她觉得就是很无奈 然后又很愧疚又很难受 总之就是就只是桑桑的吐槽了一下子那样 那这个煤油罐装食用油的这个事情呢 被封禁成这样 接下来估计也没得讨论了 那这两天其实中国安山 它的自来水也出现了问题 先是臭不可闻 据当地人说洗一下手能臭一个小时 结果第二天这个水呢 从臭不可闻又变成了完全就是消毒剂的味道 不知道的还以为水管流出来的就是消毒剂呢 这又导致在这几天 当地的那个超市的矿泉水是被一抢而空 因为大家都没有人敢喝 或者敢使用自来水管里的水 通过这几天观察 真的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了 很多中国人他从红生生的人 现在已经变成了成了一滩肉的一个感觉 就是随便你怎么折腾吧 你怎么害吧 不死那就先这样活着呗 不过最让我意外的 放在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小粉红还能洗这件事情 你说是吃到肚子里的是你自己 吃死的也是你们啊 就是你们为什么还要站起来 跟这个吃这个特供的官老爷们 帮忙把他们洗地呢 我真的是 这脑葫芦我觉得真的已经是无语了 这种牺牲精神 我觉得真是人类这个物种的 这种奇迹的体现了 而且这些人还让我想起来 鲁迅之前说的一句话 说 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 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 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加入会员频道 每个月都有专属的问答视频 出于安全考虑 我个人隐身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斟酌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的问题 我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作答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